他曾经接受Fox News的专访 然后在那个时候 其实就有被问到 对于台湾方面 那么要怎么看 比方说要协防台湾 是有可能的吗 他不愿意回答 说不会透露谈判的底牌 但是很显然的 对于台湾有个部分 他很有意见 他认为说是台湾 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了 是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那是他讲的 他以前我们自己制造晶片 就现在都是在台湾做 我们当时就该阻止 当时应该要对他们课征关税 所以是要对台湾动刀了吗 这是川普曾经说过的话 所以格莱伊这位智库的学者 就在说 所以台湾应该要小心了 我就先请教一下严老师 你怎么看川普现在的选情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看过美国的选举 一月底还没结束 才结束了第一场的初选 感觉上面就是川普跟拜登了 从来没有过 因为现任者 当然他可能党内没有人挑战他 所以一个党是可能没有竞争对手 有的时候是刚好 譬如2016年 两党都是一堆人 因为现任总统坐满了 而这一次一任 拜登才做一任 而且他还要再竞选年任 所以民主党看起来 只有一个众议员挑战他 但那个也没有不构成威胁 所以他大概就没有问题 可是对共和党来讲 应该是一个开放的 大家群雄并级的 结果没想到才选了一个之后 感觉上面拜登 不是川普就已经稳赢了 我说好没趣 我这些下学期还要教 教美国政治 我还要跟学生 本来要跟他们谈 这个州 一个人负责一个州 你这个州初选怎么样 现在好像也不必选了 不会老师 你今年还是有个题 就是你好好锁定那几个摇摆州 好好去让同学们来去分析 对不对 这个是最难的部分吧 要他们来猜谁会赢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从来真的 我教了这么几十年的美国政治 没有一个选举初选 是这么早就结束了 一月底之前就结束了 所以看起来川普就是会赢 除非今天我们讲说 有一些州说不让他选 但目前为止 不让他选的像科罗拉多州 根本不要你的选举人票 他如果说有一些蓝州 他不选到时候就更难看 说川普普选票输400万 但是照样赢了 这个就是让美国 这个是在共和党内领先 但我就问说 如果他现在也能够真的 重回白宫呢 他现在看起来是会 机会是比较大 那你觉得他还会继续 在搞那贸易战 科技战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 哪一个人当选 他们只能再做一任了 对 所以你知道只做一任的总统 他没有竞选年任的压力 他会为自己 铺路 铺路 所以我就觉得说 川普现在讲的话很大 对中国大陆 可是真正登上去以后 大陆说上海外滩 我给你一个Trump Tower 来盖 说不定很多好处给他 他女儿的化妆品什么系列 那我觉得他到时候就会 就会收好处 这点我完全同意 而且事实上我认真的曾经跟赖月谦老师 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的看法跟老师一样 他就说现在话都讲得很满 但是也很凶 但是问题等到他接下来上任的时候 他直接讲上台就变了 等着看 所以我们台湾要特别小心 我觉得格莱伊讲的没有错 台湾真的要特别小心 而且他讲的那个是没有道理的晶片的问题 是你美国自己 就是说没有再继续努力 因为美国说老实话很多的制造业 包括有些科技的产品的制造业 他没有继续在投资 他没有继续在升级的时候 那你就已经不够竞争了 那怎么能怪 就是别人努力在做 然后你说对不起 你说你这样子不应该 那是你自己放弃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江老师 那现在格莱伊都讲台湾要当心 台湾要注意 那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就问 这个今天你说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到底是怎么来面对川败之争 之前他们屡屡压错保 对不对 然后呢 那现在呢 你看如果说葛莱伊 葛莱伊是说 如果川普回来了 台湾要当心 他那个话难不成是 在挺的是拜登吗 或者他有没有这个立场 那民进党方面要怎么应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因为要不要学聪明一点 这个是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就是看到 接下来就是民进党又持续要执政 好 老师你的判断 这个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当心又怎么样呢 当然这会发生 川普如果现在是领袍族的话 除非像董哥所说的 他突然暴毙 这个不是诅咒 万一的 他应该不会 他非常健康 不是 因为最近在讨论 他的健康问题 对 第二个就要突然不能选 可是这个问题也不成为问题 因为刚刚言老师讲的 其实就是少数总统的概念 minority president 就是我的选举人票呢 跟普选的票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能够拿到更多的州 他还是可以当选 看起来拜登要连任的几率 相对于川普 川普的声势比较棒 一个死非复燃的力量 是更强的 那格拉宇说要我们当心 要当心什么 坦白说只是吓吓我们自己而已 民进党现在做法就是 不论谁当选 他完全向美请协 他请协对象是美国 所以不论是川普或者拜登连任 都一样 都一样 不会有改变 而且赖清德又有连任的嘛 所以对他来讲 因为蔡英文向美请协有效 从增强的理论去看 既然这样有效 那我就加倍奉还 那可能会让政权更稳固 这是我迷思 就复制成功 会让他觉得说 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民进党政权 更加的巩固 所以不论是川普或者拜登 不用担心压错保的问题 他一定会完全向美请协 而且更加的言听计创 转得很快的 对 另外刚刚我所提到说 其实不论是双重课税 或者减少 回到刚刚前面所提的问题 在概念上 我们是从次殖民地变殖民地 都是殖民地 你高兴是什么 感觉上是我们还是被歧视的嘛 美国跟台湾之间 从来没有互惠平等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过 刚刚老师所说的说 什么课税等等 诸如此类的 其实应该精算就是 台资企业在美国投资 被克的税 跟台湾向美国买的 台湾的美商 对 台湾的美商 他们所获得利益之间的 不对称关系有多大 这第一 那个效率波动感一定更强 第二个是 那么美国如果台商企业 在美国被克的税 如果金额不是那么大 看起来不是那么大 因为税太重 那台湾对美国的支持 跟仰赖的话 这个恐怕是美国用这点小钱买不到的 这等于是略施小费 让台湾更加向美倾斜 如此而已 何况将来还有所谓的 台美之间并没有减税协议 将来还要另行谈判 除非你达成条约递解法 否则这个程序就算中文签约了 不一定会有效 所以简单看起来 格莱伊一直示警 这个示警他当然的意思是说 不要把每一样都认为 考虑彭博每篇文章都要写到说 冒的是向美国激怒中国的风险 但问题是他所说的这个概念 基本上只是一个盘观者的概念而已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证言 他像一个评论者在评论一件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说 台湾怎么样才能够避免 在川普或者拜登当中 永远都是一个牺牲者 我们看到接下来马上要谈的 就是台湾的外交关系 越来越困难 其实我们都知道 空间越来越小 两点之间直接越短 两岸之间自己解决 不能解决 不能找到对话的空间 一定要绕道而行舍近球员 跟坐計程车一样 绕道而行舍近球员 付出的金额一定是比较大 这不用讲 我们这个问题如果没解决的话 未来一直担心 担心就算担心 他还是会来 那个担心就像脸上皱纹一样 你再担心他还是会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